如今越来越多的网友将关注的目光再次放到了大S身上 因为说起来如今不管是汪小飞、马小梅、还是巨俊叶、小S等等 这些与大S有关联的人如今在大众视野中都是比较活跃的 而相比之下大S这位舆论的核心人物却低调得有些神秘 于是由网友不禁产生了一个疑惑 大S如今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大S如今在娱乐圈内到底混得如何呢? 说起大S如今在娱乐圈的现状 一直以来很多网友都认为大S如今俨然已经过气了 甚至调侃大S这位曾经的偶像剧女神 如今可能只能接到一些妈妈类的大龄角色了 而有趣的点也正在此 本以为大S被坊间如此调侃已经足够尴尬了 没想到如今有台语人士在直播间分析认为如今的大S 可能连妈妈类的角色都很难接到了 对此这位台语人士还给出了一个解释 认为大S是一个偶像包袱很重的人 所以内心里还是更渴望演一些年轻靓丽的角色 而对于这种妈妈类的角色 大S虽然并不完全排斥 但是会对这类角色开出比较高的片酬 但是站到台语金主的角度看 台语市场本来就不大 所以资金有限的金主们基本都不愿高价邀请大S来演 妈妈 况且大S的演技也是被圈内很多人诟病的 因此总结来说 大S自身的原因再加上台语金主的原因 导致大S如金莲 妈妈类的角色也很难接到 然而可能还有更加令大S尴尬的事 那就是当初一直活跃在大S光环下的小S 其如今的事业俨然已经悄然间追上甚至超越了大S 正如这位台语人士所说 毕竟小S一直活跃在圈内 而且也总是能放低自己的姿态 所以如今台语的很多金主更愿意与小S合作 话说回来 这可能也是大S如今转居幕后工作的原因 因为大S如今在台前有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于是如今坊间有消息称大S已经转而开始做一些经纪人与制作人的工作了 接下来说 大S拍卖汪小飞豪车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还有可能卖掉豪宅 本以为大S拍卖汪小飞豪车所掀起的动静已经不小了 没想到大S卖车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大S未来还有可能卖掉豪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位弯弯博主如今对大S拍卖豪车仪式做了更进一步分析 认为虽然大S拍卖豪车很可能就是因为其缺资金了 但是大S在缺资金的前提下之所以拿豪车做文章 主要是因为豪车比较好操作 而有趣的点也正在此 为了对自己的观点做进一步说明 这位弯弯博主还拿大S如今居住的豪宅为例 认为在弯弯卖豪车操作起来比卖豪车难度更大 所以大S选择了拍卖豪车 更加值得说到的是 有网友看到弯弯博主的这番分析后 进一步猜测大S未来也是同样有可能卖豪宅换资金的 虽然听起来有点不明所以 但是网友们有此猜测也并非空学来风 因为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曾有台媒报到大S卖掉了一处豪宅 因此既然大S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卖豪宅换资金了 那也同样有理由相信大S未来人可能再次通过卖豪宅换取资金 除此之外 坊间也有很多消息声称大S如今这套豪宅还剩有很多的房贷 当初一直是汪小飞在承担着这套豪宅的房贷 但是后来大S嫁给巨俊叶后 汪小飞显然就没理由继续支付这套豪宅的房贷 于是高额的房贷就落到了大S的身上 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言的可信度如何 但是若真如此的话 那大S也确实有卖掉这套豪宅的可能 毕竟大S如今本就缺资金 与其被付房贷不如卖掉换资金 话说回来 实际上很多网友也对大S可能卖豪宅的传言送上了理解 毕竟以大S与巨俊叶如今的收入与经济实力 显然与这套豪宅是不大匹配的 所以大S确实不如卖掉这套豪宅 然后重新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这样的话大S与巨俊叶的经济压力与生活压力也能减轻很多 当然了这些更多也只是猜测 也可能大S单纯只是想卖掉豪车换资金 而丝毫没有卖豪宅的意愿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接下来说 汪小菲与孟赫的故事还没完 有一个信息可能会使孟赫比较尴尬 就在很多吃瓜群众认为汪小菲与孟赫撕扯的热度 如今已经冷却了的时候 没想到有知情人士又曝出一个很有趣的内幕消息 而且这个内幕消息还很可能会使孟赫感到尴尬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孟赫与汪小菲这场撕扯之所以能引起热议 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双方之间撕扯的问题有多大 而是因为双方都很坚定地认为本方是胜利者 所以双方的舆论一直争论不休 而如今有为知情的弯弯博主再次在直播间谈到了 汪小菲与孟赫的撕扯仪式 并且很坚定地认为在这场护司中孟赫才是输家 而有趣的点也正在此 这位博主之所以如此认为除了是因为那个众所周知的理由 基本来汪小菲应该给予孟赫公司1000个左右 但是后来官方仲裁认定汪小菲只需要给予孟赫公司700个左右 原因就是孟赫擅自在麻六G账号挂其他品牌的产品是违规的 所以官方仲裁孟赫公司扣除违规所得后只能得到700多个 因此包括这位博主在内的很多吃瓜群众认为孟赫是输家 然而还有更加值得说到的是 这位博主为了证明孟赫是不占理的一方 还曝出了一个内幕消息 即孟赫当初其实也只是一家直播公司的职员 而汪小菲当初选择的是与孟赫所在的公司合作 只不过这家公司将与汪小菲合作的项目交给了孟赫去做 总结来说 因为孟赫为了证明自己 总是声称自己对于麻六G的发展劳苦功高 但是如今随着孟赫背后还有公司做一托 这则内幕消息的曝出 很多吃瓜群众认为先不说麻六G能做起来主要是品牌自身的加持 就算其中真的是有孟赫的功劳在 那也应该把孟赫的功劳更多算在孟赫背后的公司上 毕竟照此说来 孟赫也更像是被靠大树好乘梁而已 不得不说这个内幕消息很可能会让孟赫感到尴尬 因为这说明麻六G能做起来除了王家自身的努力 还有孟赫背后公司的努力 而与孟赫本人的努力虽然也有关系 但是关系可能并不大 当然了这些更多也只是调侃和猜测 因为也可能孟赫并不会因为这个所谓的内幕消息而感到尴尬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